每周三、五,在产大生态区,恒大明都社区邻里中心,总会传出有美动人的歌声,星光合唱团几十名团员,在这个大委营里放声歌唱,展示着积极、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 星光合唱团成员合影星光合唱团成立于2013年,现有团员六十余人,是一支以恒大明都社区为主,以及周边社区爱好音乐歌唱的中老年团员组织起来的社团组织。 团员年龄普遍在50到65岁之间,合唱团日常排列。 据星光合唱团团长侯建国介绍,大家都是因为热爱唱歌走到了一起,从最初的七八个人发展到如今六十多人,社团发展得越来越壮大,已经成为小有名气的合唱团。 我们的合唱团不仅可以让老年人能够老有所为,身体健康,还可以起到家庭和谐,稳定社会的作用。 图为星光合唱团团长侯建国合唱团成立以来,几位团长都兢兢业业,勤勤狠狠,热心合唱团工组,用心温暖广大团员,合理利用各种有力资源,认真学习声乐唱法,共同进步,集资购买电子琴,音响等设备,努力提高团员合唱水平。 团员们学会了用正确的发声方法唱歌,懂得了气息对声音的支持作用,整体声音质量和音色有了明显改进。 合唱水平得到明显提高,合唱团在排练每一个第一次进入练习室的人都会被这里专业的设备惊待,被指挥打拍子的叔叔,重情歌唱的阿爷们的饱满热情所染染。 一位曾经在文工团参加工作的姑娘初次来到合唱团时,也对星光合唱团赞不绝口,你们唱得真太好了,没想到一个社区合唱团,竟然唱得这么专业。 参加邻里文化结产霸生态区,一直重视文化建设和老年人业余生活。 区内社区为合唱团提供最满意服务,尽量满足需求,为合唱团提供活动场所,在活动室内安装空调等等,并鼓励合唱团参加文化活动和比赛。 使他们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让生活更加美好,更加舒心,参加迎春节写春联活动,而合唱团除了唱歌以外,扎根社区,积极配合社区工作,参加了很多社区组织的工作和节日活动,例如垃圾不落地,社区更美丽活动,文明交通车上人行动等等,为社区贡献属于自己的一份力量。 正是在社区的关怀、鼓励和合唱团的自身努力下,星光合唱团发展迅速,自2013年建立以来,星光合唱团多次参加产大生态区组织的各种合唱活动,获得了诸多荣誉,荣获第二届邻里艺术节大合唱,二等奖。 2015年参加产大生态区第一届邻里艺术节获得三等奖,2016年参加产大生态区第二届邻里艺术节获得大合唱二等奖,2017年参加产大生态区第三届邻里艺术节获得二等奖。 2017年参加拍摄之城魅力产大西南产大生态区音乐艺术节活动获得二等奖,2018年参加市里德福祥杯合唱比赛获得了福在一等奖。 合唱团合影星光合唱团是一支由群众自发创办社区大力支持的群众文化平台,是一个中老年娱乐、健康、快乐的大家庭。 星光合唱团的宗旨是健身响体,自娱自乐,丰富社区文化生活,传播社会正能量,争取成为已知有组织,有纪律,有水平,团结向上健康活跃的歌唱队伍,更好的能够为社会服务,大家都在看。